已經退休的法醫 蕭茨平上人 最近是得到法務部的頒獎 不過民間巡邏會 怕是去法務部抗議 這期蕭茨平 過去幾六次作出 創亡的情緒鑑定 要求法務部到的貼獎 在醫師這陣前 由法務部長創青雄 清新頒獎 標榮很多醫師 到入法醫所做很多年 在這個冷卻做貢獻 甚至一直給不夠退休 不過在這陣子 他沒有自家領獎 原來當事人七子宮 對民間巡邏會去法務部抗議 控訴法醫小改憑 很多次做錯誤的情緒鑑飾 所變成原來的棒手 七子宮說他自己也受害 尤其冠西後這麼多年 抹凡判死刑 到要接到病患 很誇張 我覺得很誇張啊 真的啊 對我們來講真的很難看 到底我們情何以堪 如果七子宮案 巡邏會 抗評親情緒建合案 港國庭的案件 小改憑的鑑定報告 都欠缺專業 抵輸完案在發生 要求法務部 貼罩他的法醫受重 法務部對於司法科學 不努力的去改進制度 不檢討成因 竟然還要頒獎 給這樣的一個法醫 法務部派官員接認證書 不過對民間巡邏會訴求 無管的寄作評論 一國情 比較讓小改憑 都還沒得到回應 記者 中華報導 記者 中華報導